字典 今天要教的是字典進階功能 setDefault方法 這個方法的使用方式還有傳回值 跟get方法是差不多的 不同的地方在於有沒有改變字典裡面的內容 get方法它不會去變更裡面的內容 但是setDefault這個方法 就有可能會把內容改變 那它的語法我已經寫在第二行了 就是字典名稱.setDefault 括弧裡面放上鍵 中括號裡面這個預設值就是可打可不打 程式會根據你有沒有設定預設值 還有鍵有沒有存在 來分為四種情形 首先可以看到這裡被分為兩個部分 那不管有沒有預設值 只要鍵存在的話 它就會返回鍵對應的值 字典也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但如果鍵不存在呢 有預設值的話它會返回預設值 也會在字典裡面新增一個元素 那值的話它會顯示預設值的值 如果沒有預設值 它就會顯示None 接著我們來示範setDefault的用法吧 首先我們先建立一個叫做score的字典 裡面有三個科目的名稱還有成績 接著就可以用到它了 首先我們先試試看有存在的鍵 那我們輸入英文 接著再輸出 就可以看到它最後會顯示80 那我們也輸出整個字典 看看它的內容有沒有被改變 可以看到這個字典裡面一樣有三個元素 鍵跟值都沒有任何的改變 也沒有新增的元素 再來如果我們把它加上預設值呢 最後的結果也不會影響 雖然我們有幫它設預設值 但是它的鍵是存在的 所以它一定會返回鍵對應的值 接下來試試看永不存在的值 我們把它改成社會 把預設值刪掉 接著再輸出 那就可以看到輸出的會是num 那在這個字典裡面呢 又多了一個新的元素 叫做社會 它的值是num 如果我們把它加上預設值 再輸出 社會這個新增的元素 它的值就從num變成96 也就是預設值的部分 那這樣子你學會 要怎麼用setdefault這個方法了嗎 讓我來看 最新增的元素 又開始 我看到小聲 有些個 在這屁 大